例率超高的也给您参考 另外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很多人的成长经验都跟着它一起成长 那么你知道吗 现在他们还引进了比较新的 这个SOS球体说是全台独一无二 能够让民众近距离的感受到宇宙的浩瀚 海洋潮汐的变化 银河系的数千星团天体 透过圆圆的大型球体一览无一 小朋友兴奋又好奇 看到这个球 让我感觉到宇宙如此的浩瀚 看起来很像那个球在转 但其实只是有四台摄影机在播放而已 小朋友的反应很快 其实这个直尺天球来自美国 用碳纤维成分制成 利用SOS系统可以把它当成任何一个星体 模拟地球表面 那么气候变迁 它会怎么样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那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可以做呈现 探访完宇宙奥妙转换新境 走访可能与台湾原住民 系出同源的大洋洲南岛民族文化 你看这个面具 猜猜看它是什么动物 鸟吗 鸟像吗 上次有小朋友跟我讲说是躺老牙 因为是点嘴 所以它先突破了一个概念 面具不是只有戴在脸上而已 它很可能是个帽子 或者是很可能是一个什么 好像一件什么 头沙一样 透过面具人形雕像了解大洋洲文化 另外921地震教育园区更是保存了地震遗址 建筑设计获得了海峡两岸杰出建筑奖项的肯定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目前的馆长标本有95万件 从人文地质到动植物 每年都会不定期展览新知 让民众吸收大小朋友惊喜不断 三星文庄展制 陈利文图中报导